大家好,我是北京,北京记忆 今天的无聊照说,说什么呢? 那就说说,在2000年前后 郭德纲在刘家瑶附近 每周四都有京剧平剧的无票演出 当时使用的家货点,便由乌塔人所收藏 他提起郭德纲的阅读能力 有他自己的观察见解 郭德纲最早,因为我是 我从化工厂,我门化工厂 没了以后,我就自己做生意嘛,做鞋嘛 刚才说了,我在刘家瑶的桥的东北角 过去有一个叫皮革化工厂 我租里边的库房跟办公室 每到周四的下午,两点多了 听讲叮叮叮叮叮叮叮,敲鼓,然后唱戏 我说,你们这万里还有怎么唱戏的? 他们说我们那个经理特别喜欢戏曲 Barceló找几个人的老家来唱 每周四的下午活动 《八王四的三公演事情》 后来我就去看郭德纲 很正式,唱平戏了 郭德纲的京剧平叮 为什么唱平戏 平戏为什么唱得挺好 那个时候他不光说像 就在那个每周四的下午 是在那个院里 唱平戏的 也卖票 不卖票 就是玩 就在那练习 就是玩票 票房 你愿意干就去看 就在他那个院里边 那个食堂那个大厅 纯手就有个小舞台 就有个小舞台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当时的敲的那个 单皮螺谷产 我收着 我收着 是您收藏了 还是在这办公 跟他们上上下都特别的熟 然后他们杂起杂拌的东西 也都不要 你说这个也该搬家 或者怎么样的地方 你什么说 螺谷老师 这个螺谷产 您醒醒 您要这个活 我要 这当然我们活动 一块玩的这个 花了点钱就给买 这绝版 您独家了 独家了 真是 真是独家了 您可以找过 你博物馆 缺点这东西 真是 就当时那个时候 留下的 起码这叫螺谷点 螺谷点 而且 而且他还有一个 就是 还有个小故事在哪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 周四 你说 在那常文戏 常文戏 平戏 然后附近 不有很多饭馆 他们就去 饭馆里边 也唱 就是说 挺辛苦 要说起来挺辛苦 挣点辛苦钱 尤其是我们正好 男人吃饭 过去的那边 有一个木箱厂 木箱厂 关了倒地以后 就改行了以后 就把那个过去的厂房 人家也租下来 盖了个饭馆 挺大的 大饭馆 那个老板 可能也喜欢唱戏 搭了个舞台 唱平戏 这平戏 螺谷点 而人家说 就我这套螺谷点 得多想 有的人吃饭 就不爱听 觉得闹得很 就一嚷嚷 你说 别嚷了 就不唱 所以说 这个故事 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 真是当时挺辛苦的 就是 无论是 这几年 京剧 平戏 还真正做 能够舞台演出 卖卖票 什么的 那个时候 的确是 很少有人去看 演出也都不行 卖出票 那个时候 相当也是一样 郭德纲讲话 一个人 他还在 说挺像的 他也得说 的确经历过那个 所以你说 郭德纲要说 凭着他的 一级之力 可能稍微有点 夸大 但是呢 他确实是率领了 这一个 一种志同道合的人 没错 他的这种 领军也好 叫感染 感染也好 就带动了很多人 当然呢 那个时候 也是一个小团队 在去做这个 还有第二个问题 我要说的是什么呀 就是郭德纲的 这个成功 真不是偶然的 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 郭德纲 他还来看书 郭德纲是阅读的能力 因为他自己 现在就 他老说 有个大书 网络的 不是就现在看 过去看书 而且他会编剧 会创作段子 很多很多 在05年 没火之前 我们去 去那个 天桥这个人社 去看演书 那个时候 不用提前一定票 什么输入去 都有票 都有 我也收 切点车都有 都有票 有时候 我们去的 去的早 进去的时候 他来的晚 我记得清楚 加一包 穿一个小的 黑的夹克 这么的 往里走 就是从这一过一走 不是过来 来了 那张演出 你那座手都更满的 对 那个座手部门的 但05年以后 06年 火爆 一下 我跟你讲 真是火爆 对 但是那边 我就不去 我就很少去 因为买不到票了 就不去 一个是买不到票 拖人 完了以后 弄了 因为那时候呢 有点名气了以后 我得开始招待 全国的客户来北京的 然后那时候呢 那时候要给去 全体德 甚至拔个链都不去了 就那儿了 没错 原来最早的时候呢 今天就到这里 请关注北京北京记忆 欢迎评论点赞留言